欢迎收看本节目 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29日 张继忠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状态 抱着小女儿与老婆杜心灵齐出镜 70岁的张继忠抱着女儿 花白的胡子显得十分慈爱 佩文家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小女儿性格有些活泼 听到音乐就忍不住起舞 杜心灵站在旁边 身上披着床单做成的裙子 似乎正在唱歌 杜心灵长发披肩 长裙很有古典韵味 不过却显得身材臃肿 小腹微突明显 夫妻俩满脸爱意的看着女儿 一家三口十分温馨 网友看了张继忠和杜心灵的互动视频 有人留言猜测新成员的意思是怀了三胎 张继忠并没有进行否认 而是留下了笔心表情回复 再联想到迎来新春天的暧昧配文 不由的引发了猜忌 张继忠是我国知名导演 非常擅长武侠类的影视创作 他导演的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等作品 至今仍被认为是难得的经典 深得观众的喜爱 张继忠与杜心灵相差33岁 不过两人的感情十分甜蜜 婚后还生下了一儿一女 如今两人一起直播带货 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生活 这段原本不被看好的婚姻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祝福 结婚四年感情超恩爱 如果杜心灵真的身怀有孕 相信他们夫妻也会开心的和大家分享 希望还是不要过多猜测 祝福他们一家人幸福久久 在生活中收获更多美好 孩子们也都健康的成长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 谢谢